明道当日参加录纵时被问到当年拍王子编青蛙时 他和陈乔恩是不是互看不顺眼 对此明道也毫不犹豫回答真的 让现场所有人都吓一跳 明道强调当时互看不顺眼这件事是真的 他们那时候在戏里演的深情又激动 但导演一喊咖双方就不会说话 明道当时觉得陈乔恩脾气很差 然后对方则是觉得他转的二五八万 是直到有一次拍完戏 陈乔恩强去检查刚刚拍的如何 明道心想他演的不错 就在旁边冷冷的说不用了 刚刚那个有了 而这个低调的称赞 也成为两人破冰的原因 后来就变得很好 虽然不是会常常联络 但一年至少会吃一次饭 如果发生什么事 也都能放心跟彼此说 王友看了纷纷惊呼 没想到两人有这样的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